今天跟大家对比一下这个AJ4大雪兰 在我右手边这双带有扣子,这双是正品 其他五双都是Fake 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区别在哪里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它第一个细节 主要是看它这个G皮的色差 第一双Fake,它这个和正品它这个色差基本是没有的 对比其他G双它这个色差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中间这两双色差是比较泛白的 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红绿 正品它这个都是微网上收的 第一双Fake,它这个和正品是差不多的 再看一下这双,这双也差不多 其他三双它这个色差都是比较直的 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网格的色差 它这一块正品网格下面都是比较蓝色的 看一下都是比较蓝色的 这双和这双还有这双都有一点偏白 其他两双可正品差不多的 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侧面的区别 侧面主要是看它这一条线和这个底 它这个两个不是平行的 它这两条线到最后是相交的 我们看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它这个和正品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双Fake 这双Fake,它这个就是平行的 它这条线和这个底是平行的 它对比了很多双正品 它这个线都不是平行的 还有这双鞋的里面信息我就不对比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 上面发有这个热门球鞋图片对比 包括这双鞋的图片对比 下面我来对比一下它这个领口 正品它这个中间是有一条凹陷下去的线 它这个凹陷是比较无限的 其他Fake都有这个凹陷下去的线 唯独这双没有 它这个是比较圆的 中间是没有这个凹陷下去的线 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侧面这个塑胶板这里 正品它这个塑胶板里面这个 它这个幅度它不是尖尖的 它是有点圆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双 这双就是尖尖的这个像三角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正品都是圆的 不是像三角形一样 还有这双鞋外观还是比较高位的 大家要玩到这双鞋前去来去尖尖一下 这样比较放心一点